毛筆字大大寫著捐一億現金給媽祖 左下還署名大甲鎮藍宮董事長閻清彪 閻清彪知道被冒名後立即暴擊 有一家北屯區的建設公司 收到一封用毛筆書寫的恐嚇信 然後這個恐嚇信 是署名大甲鎮藍宮董事長閻清彪 警方鎖地信件寄出的郵局 先就地緣關係做調查 經過兩個多月 過濾50間油桶外監視器終於找到嫌犯 28號前往台中太平區 嫌犯住處搜索 當場查扣犯用的毛筆墨水信封以及郵票 發現嫌犯是一名70多歲的老翁 在英才台中民權路三間郵局 總共寄出15封信 其中一封信寄到台中北屯某建設公司 與其他14位民眾 初步可能了解 那可能是沒有針對特定性 他大概是一個政治立場 政治傾向的問題 離境前犯常看政論節目 對鄭蘭宮有所不滿 一時氣氛才冒名血氣恐嚇 給北屯建設公司 全案一涉嫌恐嚇取財 恐嚇維安等罪 移送台中地協主勝辦 今次新聞裝平台賴文忠李敏佳采訪報導 平台賴國巡視 stat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